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云,我这边主要之前一直在负责整个腾讯云在游戏行业的这种产品建设以及这种授钱的工作。 那么刚才我们的同事有分享在这种语音方面一些非常深度的一些技术,那我这边其实讲一些就是我们腾讯云在游戏行业的一些实践经验。 那这里有些是在国内的,也有些在海外的,那这里以后我们在国内好像经验会更多一些。 那如果大家就是,我也比较担心我讲的内容很多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推销成分,待会我会尽可能会讲一些我们的实际案例。 好,那我整个的这个演讲呢会分为七个部分。 那最开始呢会简单,就给大家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我们腾讯云在游戏行业的一个状态。 那第二会讲一些我们腾讯的一些发展历程。 那第三方面呢又可能会讲一些我们腾讯云在全球化的一些布局啊, 还有一些状况,以及这种我们腾讯云上的一些产品服务。 那最后讲一些我们实际的案例。 这个比较直观一些啊,其实就是在国内市场,在中国这个市场里, 其实腾讯云呢,因为通过腾讯的关系,以及腾讯云本身在游戏方面的基因, 所以它的市场份额就在游戏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这种cloud份额是很大的, 目前大概在70%左右。 那中国这个市场其实分,主要分三块,那腾讯,网易,加上其他。 就是腾讯和网易基本占八成的市场,那除了其他都是其他家了。 那腾讯现在目前在70%基本上就是腾讯和其他组成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块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其实我们从2015年到现在, 其实我们就是有跟很多的这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一些公司有去沟通, 去想办法用他们去使用腾讯的这种服务。 那么我们其实有几种案例会用的比较多。 第一个就是那种像PUBG或者像王者荣耀这种类型的全球这种架构产品。 那第二种呢是类似这种叫全球同服这种策略性的产品, 都有在使用腾讯的一些产品。 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在韩国啊,日本啊,或者说每个区域, 我们都会找一些中国发行商做得蛮不错的公司去尝试合作。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整个腾讯的发展历程其实我们应该是在在14年刚开始去在做一些东南亚, 其实中国的公有云都是先从华人多的地方, 或者说这种周边区域去一点点去开拓。 那到现在其实我们有看到这种手游全球化的趋势会非常的迅猛。 那我们有看到中国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市场, 那像东南亚,或者像中东,或者南非等等, 那这些领域还没有被开拓出来。 那我们在这块也是不断去加速这种布局。 那我们以前去建设一个data center需要大概一年时间, 我们在一个一年我们会建四个到五个数据中心。 因为这里来讲我们确实看到这个机会会很大。 OK。 那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叫全球的一个data center的一个分布。 坦白讲这里有些是我们自己的data center, 也有些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合作伙伴呢? 因为我们有看到全球化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但是我们数据中心的建设规模有可能赶不上这个节奏。 那么我们要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去把这个全球的布局去建设起来。 那我们今年还会在东南亚这个区域再做深耕。 因为我们有看到其实在这种全球竞技化这种游戏的这种趋势下, 尤其东南亚属于一个人口相对比较众多的国家, 那他们对于这种网络的这种延迟的要求会非常的多。 当然我们也同时有提到韩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环境的一个国家。 但其实在像印尼啊,或者说像印度啊,或者说像菲律宾等等, 他们都是由岛屿组成国家, 其实网络环境是非常差的。 如果我们在开发一款产品, 尤其MOBA类或者说LPS类, 对延迟要求比较敏感的这种产品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本地的网络环境。 这是一个我们的网络架构图。 那我们在建设网络的时候有几个考虑。 第一个呢, 首先我们并不是说仅仅依赖于自己的Data Center。 我们其实又跟IBM, 亚马逊, 谷歌, 还有任何的一家本地的IDC, 有实现这种打通的这种能力。 那我们全球其实组成了一张新的网络。 那这个网络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它能够让我们的数据, 就是我们让我们的数据可以通过这种内网的方式去流通。 那这对于很多的这种业务场景, 它都能满足。 我举例子像PUBG。 那PUBG的, 我们是提手游啊, PUBG的手游, 其实它有使用到腾讯云的很多的自建的Data Center, 也有使用到一些合作Data Center。 但是它们的业务场景一定要需要使用这种内网的通信, 因为内网通信寻求是一个比较稳定可靠的一个连接。 那这里, 我们这种网络架构能够让很多的开发商或很多的开发者, 能够很容易去设计一些比较有突破的玩法, 或者比较对于网络延迟比较敏感的一些产品。 刚才提到其实整个是腾讯云在网络和这个节点上的布局嘛。 其实腾讯云从13年开始去尝试商业化。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腾讯云在这种游戏行业, 因为我们自认为在国内发行是蛮厉害的。 那我们也认为我们在公有云上, 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业绩来, 能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基因。 那所以说, 我们在游戏, 在公有云这个建设上,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围绕游戏行业而定制的一些能力。 那我可以简单说几个这里标黄的地方。 那最开始我们其实接触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发行商, 他们其实以前都用的是IDC, 那他们用的产品都是物理机。 那这里其实突然上云, 那他们会觉得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 最简单的道理, 大家使用物理机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有两张网卡, 会看到一张内网, 一张外网。 那使用公有云的时候, 所有公有云只有一张网卡, 只有内网。 因为它的外网会放到, 它的这类似的叫gateway上, 你是看不到真实的外网IP的。 那这个其实我们有, 就是同讯人在国内就会推出这种物理机的模型, 来满足这种客户需求。 那第二类是什么呢? 就是说客户会使用公有云的时候, 其实最开始亚马逊或任何一家在发展的时候, 他们都面临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资源争抢。 因为在使用公有云, 公有云本身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一个资源share的一个东西, 大家共享嘛。 那这里很简单, 会经常遇到这种资源争抢的问题。 那么腾讯人在国内就会推出这种叫专用宿主机, 什么意思? 就是一台机都给你了, 就当虚拟化自己用了。 那这种方式就会避免争抢等等。 那其实这里这些产品都是因为我们的客户提出这种需求来建设的。 那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游戏性的增值服务, 那刚才有提到GME啊, 还有一些游戏内的安全, 然后游戏的这种网络加速, 还有游戏的一些引擎。 然后这里刚才提到像计算服务资源, 其实我们有提到像CDH啊或CPM,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国内的合作伙伴。 在数据库这一块, 其实腾讯云在建设数据库或者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 其实考虑的因素比较简单, 就是性能。 因为我们其实本身做的很多游戏是那种全球的架, 就是叫全区全府, 就是所有的数据都会放到一个database里。 所以我们在考虑设计这种database的时候, 我们只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性能足不足够。 因为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不是说我们, 有可能不是我们最优先去考虑的。 所以我们最开始在做database的时候, 我们只考虑一个点, 就是我们底层的硬件一定要是行业最领先的。 那我们最开始使用的是PCIe的那种SSD卡, 那后来我们再使用这种NVMe的那种SSD卡, 来保证底层的性能。 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有可能看似会比较粗犷, 但它确实很有效果。 那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去跟业内的这种友商去对比数据啊, 怎么样的。 我们也实际上去经历过一些产品的这种打磨, 尤其像那个Bilibili。 那Bilibili呢, 其实是在国内算是一个二次元的视频网站, 它也算新生代的这种游戏的一个平台吧。 那它发了一款产品叫Fate, 那在日本也很好, 在国内做的也蛮OK的。 它每次一个版本更新, 它对这种数据库的冲击, 对这种CDN的冲击, 对这种这种所谓的资源的冲击, Redis等等, 都非常大。 那这里其实我们的性能发挥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通用性的能力, 因为大家在去考虑一个业务架构的时候, 有一个服务器, 有一个数据库, 有空还会考虑, 我们要有CDN或者有一些存储, 去放你的log或者去放你的游戏包来去做一些分发。 那么在这块其实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在考虑这个时候, 我们有看到其实亚马逊啊, 或者是任何一家其实做得非常的成熟, 而且非常领先。 为什么? 因为就是海外是他们在不断去拓的一个空间, 我们最开始也是在做国内的拓展。 那所以我们其实优先第一个考虑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先去兼容亚马逊, 要兼容Google, 要兼容这种Azure等等。 我要让大家使用我们的产品, 不要有太多的牵移成本。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CDN那东西, 其实我们考虑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做Akama, 或者说亚马逊, 或者任何一家没有的地方。 我举例子, 其实大家在发行游戏的时候, 或者开发游戏的时候, 你们发现有些新兴国家, 像印度, 或者说像中东, 其实他们的这个用户的Apple, 或者说用户的这种游戏的流水的增长会非常快。 但是呢, 其实这些老牌的这种CDN厂商, 或者说这种公司, 他们其实在这些区域, 有可能不是一个很快去做布局的一个点。 那我们就先找这些差异化点去做。 所以就是说这是我们在CDN去尝试的一些考虑。 那目前我们现在, 这张图是我们拿国内的一家叫Bury, 或者类似叫基调的一个产品, 它类似是说通过模拟last mail, 就模拟真实用户去下载这个游戏包的一个延迟。 其实在海外有像哥麦兹类似的这种产品, 也去测试就是全球到这个CDN的延迟速度。 那这个图就是一个在我们实际去测的一个效果。 对。 然后这是我们CDN还做了一些, 有可能我觉得和海外有可能有差异的地方, 其实国内这种倒链的情况很多。 觉得你的CDN链接会被别人倒走, 然后去倒图。 那这样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你的CDN为别人提供服务了。 那我其实国内在这种防盗链上 其实做了很多功夫, 来避免这个资源被恶意的使用, 也会大大降低你们的一个资源成本吧。 然后这个是叫腾讯的一个安全服务。 这里我要可以重点去讲一些实际的情况。 就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或者说在东南亚环境下, 游戏其实一直是一个叫DDoS的一个叫重灾区。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游戏这个产品, 它其实对于网络的容忍度是很低的。 因为你任何一次的抖动, 或者说遭受一种DDoS的攻击, 其实对业务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它也大来自于你的客户的流失。 那么所以, 在国内, 每次兴起一款新的类型产品, 我举例像前一年到今年, 最火的什么游戏是棋牌。 因为棋牌这个东西, 它其实制作成本很简单, 但是它的利润会很高。 那这种产品其实就会经常遭受DDoS攻击。 所以, 在国内这环境下, 其实大家在考虑一款产品的时候, 在DDoS上一定要有一些自己的提前的准备。 那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这里叫天狱。 什么叫天狱呢?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过游戏内会经常有小广告, 或者游戏内有一些什么推销, 或者拉群的一些东西。 那我也举个典型例子, 就是国内在做这种产品叫营销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去一款净品的游戏里去拉用户。 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于这款产品的生命充气, 会对于它利润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天狱其实更多是一种就是偏内容过滤, 或者说偏内容识别, 来去帮你去规避这种风险。 那国内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什么, 是叫羊毛党。 就是有一些促销活动啊, 或者有一些小号啊等等, 他们去通过刷小号去制造一些利益。 那这里其实天狱也是可以帮你去做这种防护。 其他的我觉得还OK了, 就是都是我们一些比较标准性的产品了。 然后, 我刚才说到DDoS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目前国内来讲是比较典型的。 那它有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之前有了解过好多海外的这种DDoS产品和一些国内的产品。 那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你要使用它DDoS产品, 你需要改变你的域名, 你需要改变你的IP。 但其实很多开发者, 其实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 有可能是用的域名, 或者有可能是用的一个写死的IP。 那这种方式是比较简单。 那但是呢, 真的遇到DDoS攻击的时候, 那它这个切换, 无论DNS或者说这种IP的切换, 都是需要有发版本的, 去更新的, 或者说有一个叫DNS的一个叫更新时间等等。 那我们这个DDoS呢, 能做到什么能力? 其实你只需要购买一个高防的能力, 直接对于你现在的一个机器赋予这个能力就好了。 再来讲, 能够大大去降低你的使用门槛。 而且, 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国内开发商去聊DDoS的时候, 大家首先是不想买的, 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一个刚需, 但是当你真正出问题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的门槛降到最低。 第二呢, 其实我们有跟海外的这种DDoS的防护商有去谈合作。 但我们发现一个案例是什么, 就是有些像我们之前跟以色列公司有合作, 或者跟美国公司有合作, 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效率。 当你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们会看到它处理的效率和你的预期会有很大的gap。 对, 所以我们这块来讲, 其实我们在时效性上是可以随时开通, 随时使用的。 而且我最后再补充一个点, 就是说, 在这种尤其是低延迟这种网络覆盖要求下, 大家其实希望是说, 你的DDoS的这种处理的延迟不会有额外的增加。 其实很多海外或者国内公司都会用一个类似叫清洗中心的概念, 来去实现这种流量的清洗。 那这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它的清洗中心它本身的职责就是主要做流量清洗。 那它可以买大量的带宽, 或者做这种买一些低成本带宽去清洗。 但实际上, 这种对于业务的体验它会有很大的绕行。 那我们这边的DDoS呢, 它我们可以做到就地, 就本地来去做这种清洗。 那这种对于游戏内的体验, 它的损耗会最低。 我们上应该是我来的前两周, 我们在国内有遇到过一次一点多T的一个DDoS攻击, 但主要还是反射攻击了, 因为大家这种, 尤其是UDP的, 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内这种被攻击的频率其实还蛮多的, 一天我们大概经历过上万次。 这个其实主要讲是说, 我们有其实跟很多老牌的这种发行商啊, 或者说这种企业去交流。 那大家说我以前用IDC, 我在用云, 我很纠结, 为什么? 因为我要用云了, 我的人员怎么办? 因为我有很多做这种IDC运维的人员, 对吧? 那以后我会做一套现成的一套运维平台来实现我的运维, 那你突然上云, 那我的人怎么办? 这里有一个人员转换的问题, 但是我们其实比较倾向于大家会考虑混合云, 那这里为什么有这个场景呢? 因为混合云是考虑到一个数据的安全, 也会考虑到一个弹性的扩充, 对。 然后刚才是把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基础能力,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产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其实我下面会讲几个我们的一些生态化产品能力, 那腾讯云在整个这种生态建设上, 我觉得是比较开放的, 其实我们有在谈很多的这种各类的合作伙伴, 像做游戏引擎的, 像Multiplayer, 或者说Photon, 或者说Unity, 或者说像Unreal等等, 我们都在跟他们不断去沟通, 怎么让我们的客户更容易地去使用到Unreal, 或者说使用到引擎, 和我们云上的一些结合, 我们也会不断跟客户去交流什么呢? 去说你们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特色能力, 我们之前跟很多开发商或者行业商去聊过, 他们其实做了好多能力非常厉害, 我举例子, 我们有一个客户是知名行通, 他们有一个类似的这种叫客服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其实是便于游戏的用户和这种企业有交流, 那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就把它去带入到腾讯人里, 让我们的客户也能体验到我们这个客户他本身的一些优势东西, 对, 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目前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产品架构嘛, 大家可以看到从底下我们有跟这种Unity, Unreal, LabOS等等, 每个引擎都有合作, 我们都会跟他去谈怎么去让大家更容易去开发的一个模式, 在Pod上我们有跟MultiClear啊, 或者PlayFib啊, Photo啊, 或者Firebase等等, 在每个像网络上, 或者在这种质量管控上, 安全上, 就是每个环节从研发到测试到运营再到运维, 对, 每个产业链我们都会不断地去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 来让我们的游戏开发, 游戏开发者或者他发行商能更简单地使用云, 这里讲几个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这个, 就腾讯算是做得比较干的东西啊, 就是, 这个产品叫支营网U, 它干什么用呢, 其实中国的互联网其实是由四大运营商和三大吧, 连通电信一栋, 然后还有一家叫, 还有N多的小运营商组成的, 那么最急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发现很多小运营商或者跨运营商的请求的访问品质会很差, 尤其玩这种类似的王者荣耀, 或者说PubG等等, 因为他们这种运营商之间会有结算的, 那他们有可能在这方面带宽的购买量啊, 资源啊, 都会比较有限, 那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体验很不爽, 那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能力,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各个运营商到我们的服务器都会快, 那我们就和运营商去谈, 我们要去建立自己的骨干网,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腾讯云在去建设这种骨干网嘛, 跟所有的公有云IDC都打通, 让所有的流量能够通过砖网去实现这种加速, 对, 它这个能力优在哪,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WiFi或者基站, 就能实现这种低调的加速, 让我们这个游戏的产品的消息包能更快的去传输出来, 那第二个呢, 我们实现这种骨干网加速, 我们在所有的Data Center之间, 我们建立了Direct Connect, 就是所谓的专线, 来实现这种数据内网的充信,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它就保证了全路径的一个优化, 那刚才说到像PubG或者说王者荣耀都在一起, 还有一个什么产品会用到呢, 就是Supercell, Supercell它们有很多的一种像全球的同幅架构嘛, 就类似的皇室战争, 或者说部落冲突等等, 那这些产品都需要国内或者说任何一地方到美国都很快, 那这个就是用到我们直营网游这种加速能力, 去解决它这种全路径的优化, 那第二个比较好的生态产品呢, 其实就是反外挂, 因为大家如果玩PubG PC的话, 也会经常遇到外挂嘛, 这个中国外挂还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这个为什么严重呢, 就是有诉求, 也有生产者, 而且生产者很挣钱,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生态量就可以持续下去, 那通讯在这块的反外挂能力,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有经验,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腾讯它的这个有海量的游戏用户的积累, 我们通过QQ, 微信, 或者通过QZone等等任何我们的社交性产品, 或者一些生态性的产品, 来去看这个用户到底有没有风险, 那通过这些生态链的关联, 大数据的分析, 才能知道一个用户的有没有问题嘛,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MTP, 它其实就是基于我们的存量数据, 以我们对于这种内存的这种内存挂的这种防护, 来实现这种就是打外挂的能力, 那最后再讲两个案例, 就是这个真实的, 这是一个PUBG和Mobile和那个Freyfair, 还有那个叫王者荣耀的实际架构, 就是他们是怎么架构呢, 就是说他们所有的PVPServer, 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它会分几类的Server, 一个叫PVP, 一个叫类似Login, 或者说一个叫Lobby, 所以Lobby就是大厅嘛, 那他们所有都是把PVPServer会放到每个就近区域里, 然后会把Lobby, 或者把这种所谓的核心的这种大厅的平台会放到一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PUBG, 或者说我们现在这种王者, 基本上是美国居多, 放美国居多, 因为美国对于全球的延迟覆盖还是比较OK的, 对, 然后这是一个产品, 是说大家玩这种像SipCell, 或者说像我刚才说的像FanPlus,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就是全球同服的策略型游戏, 那他们的业务架构, 基本上全在美国, 该说到美国对全球的覆盖延迟比较OK嘛, 而且他们的游戏延迟基本上是在200到250毫秒就能接受,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全球的网络, 有些国家很差, 有些国家有限制, 那我们做了一个产品, 然后实现这种全球到这个地方很快的一个能力, 但是底层都是基于我们刚才说到那种网络架构上, 其实我们这里有用到很多IBM的, 或者用到Google, 或者用到Yamlash等等各种资源。 行, 这最后一个就是我其实也算一个推销吧, 就是腾讯云其实就是相对这种国外的公有云, 或者其他的一些友商来看呢, 就是我们会在服务这块会比较重视,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做游戏, 我们知道大家对于这种问题的这种处理的时效性要求很高, 但有可能像亚马逊会提个Ticket, 或者提一个什么信息, 或打个电话类似, 会买一个Business Support等等, 那腾讯云就会, 他会通过这种QQ, 或者通过这种WeChat, Slack, 任何的这种交流工具, 可以给你提供7乘24小时的一个一对一, 或者说一个群的一个服务, 能让你的问题都要及时的处理, 而且腾讯云也会不断的去监控这个整个的这个Network, 或者监控它的这种服务的状态, 来及时的告诉客户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做游戏这行业, 就是体会比较深刻, 因为大家对这种任何问题的发生的处理效率要求比较高一些, 对, 行, 就是今天我大概分享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